亲爱的弟兄们 今晚我想鼓励那些 对自己的职责 使感心理焦脆的圣职持有人说话 这是我以前谈过的一项挑战 现在我要再谈一次 因为那些我所深爱 且服务的人经常在生活中 有这种感觉 我想在座大多数人都已发现 圣职责任要求你所做的事 往往都是你自认做不到 且超乎你能力范围的事 可能是有人邀请你在支联会教友大会上 对几百个人演讲 对新规信者而言 可能是第一次受邀在公开场合祷告 或是教导课程 对某些人而言 可能是在传教室训练中心 尝试学习一种新的语言 如果这还难不倒你 下次就要在陌生城市的街道上 说这种语言了 因为传道部会长会指示 你向每一个路人见证救主 以及福音的复兴 你那时心里想着 等我传完教 当个中信的圣职持有人 就会轻松一点了 可是过了几年 你发现自己晚上睡眠的时间减少了 你努力供养太太和新生儿 要温柔体贴 还要想办法求学进修 关心长老定儿组的成员 甚至协助他们搬运家具 并且要设法找时间 在圣殿为祖先服务 此时 你可能还会一直面带微笑 并且在心里说 等我年纪再大一点 当个圣职持有人 就不会那么辛苦 就会容易多了 在座年纪更长的人正露出微笑 因为各位了解圣职服务的美妙之处在于 那就是你月中心的服务 主就会要你做更多的服务 你会有快乐的笑容 因为你知道主必增添你的力量 让你承担更大的责任 然而 这件事叫人比较难接受的部分是 若要主赐给你那部分 额外加添的力量 你得继续服务 保持中性 甚至超越自己本身的能力 就像训练肌肉一样 你在肌肉变得结实前 必须先消耗肌肉 把肌肉操练到一个临界点 然后肌肉就会自行修复 变得更为常见有力 增添灵性力量来自神的恩赐 我们竭尽所能地为他服务 他就会将这种力量赐给我们 透过耶稣基督赎罪的力量 我们的心性并会有所改变 我们承担重担的力量 也会随之增加 使我们在从事额外的服务时 能够得到足以胜任 且游刃有余的力量 这件事情让我领悟到 为什么有些人在从事圣职服务时 看起来是那么的轻松自在 我知道他们不是已经通过 他们不是已经通过了艰难的试炼 就是要正要面对试炼 所以与其羡慕他们 倒不如准备好随时旅行 在他们旅行职责有困难 是伸出援手 因为这种情况必然会发生 在从事圣职服务时 接受能力的试炼 原本就是神计划中的必要部分 为的是让他的儿女 能够配衬地与他永远同住 天父爱他的儿女 他让我们有机会获得永生 能与家人一起在荣耀中与他同住 为了让我们有资格得到这项恩赐 他赐给我们身体 让我们有机会受到试探而犯罪 但他也提供一个方法 让我们能够洁净罪恶 在复活时起来 他赐给我们他的爱子耶和华 成为我们的救主 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救主降世为人 为我们的罪偿付代价 使我们得以洁净 这样进化的过程 只会发生在那些 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悔改罪 透过洗礼教仪得到洁净 并立约遵守他所有诫命的人的身上 然而我们的灵魂大敌 路西佛会率领他的徒众 不屑地企图掳获神的每一个儿女 让他们永远无法享有永生的快乐 由于天父和救主的仁慈 而十分信任 他们拣选了他在世上少数几个儿子 让他们持有圣职 我们拥有权柄以及奉神的名行事的能力 能够尽可能地把耶稣基督真实的福音 和福音的教仪带给天父的众多儿女 这样你就能够了解 神给我们的托付是多么的重要 多么大 同时你也能够了解圣职无比的重要性 以及我们会遭遇到的各种阻扰 所以我们不时感到沉重负担 一点也不足为奇 你心里想着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这样的想法证明了你明白 只有神圣职的真正意义 实际上你确认无法独自做到 你的确无法做到 这项责任太困难太重要了 光凭你我凡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 认清了这一点 就是光大圣职服务的开始 觉得自己无法升任的时候 会令我们想到救主 他向我们保证 我们不必独自去做这项事工 当你怀疑自己的能力时 你可以把一些经文贴在镜子上 提醒自己 例如在六个月前 在我觉得所接受到的召唤 几乎太艰难的时候 多么孟孙会长祝福我 能毫不惧怕地承担召唤 当时他扬起了救主所说过的应许 救主在这福音期 对一小群圣职持有人所讲的话语 在先知按手在我头上时 临到他的脑海 凡接受你们的 我也必在那里 因为我必在你们前面行 我也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 我的灵必在你们的心中 我的天使必在你们的四周 拖着你们 孟孙会长当时想起引述的这项应许 已在我身上应验了 迄今取代了怀疑 圣灵降临 医疗人员获得灵感 我的生命因此被保全 我被拖了起来 孟孙会长的那个祝福 帮助我可以很容易地祭祇救主 并且信赖他的应许 直到他必在我们为他服务时 走在我们前面 走在我们身边 我知道天使会拖着我们 这项应许是真实的 各位不妨回想一下 以利沙对那个害怕的仆人所做的保证 觉得自己已无法胜任所召唤的服务时 那项保证也是对我们说的 以利沙曾面对真实可怕的敌对势力 神的仆人今早起来出去 看见车马兵军围困了城 仆人对神人说哀哉 我主啊 我们怎样行才好呢 神人说 不要惧怕 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以利沙祷告说 耶和华呀 求您开这少年的眼目 使他能看见 耶和华开他的眼目 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就像那个仆人一样 与你同在的比你看见的敌人更多 有些与你同在的 是你肉眼看不见的 主会拖着你 并且有时会召唤别人来支援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定额组 这就是为什么定额组在召开定额组会议时 端详每个人的脸庞 注视每个人的双眼 这就是为什么主教不只是主领祭司定额组 还会端详祭司们的脸庞 你会有这样的主教 长老定额组会长 或传道部会长 他会帮助你 或召唤别人来支援你 他可能会在你有困难的时刻 召唤适当的同伴与你一起服务 这至少意味着两件事情 第一 辨认出主所差遣来帮助我们的人 并欣然接纳他们 再来就是把每项指派工作都当作是巩固别人的机会 有位传道部会长曾经跟我提过 他指派过超过十二十三个同伴给某位传教士 他告诉我说 这些同伴不是需要提早返乡 就是快要被送回家了 但是我们没有失去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后来我跟这位帮助过那么多快撑不下去的同伴的传教士 提起这件事 他的回应令我非常惊讶 并且教导了我 他说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我从来没有令人失望的同伴 我可以看出传道部会长得到灵感 一次又一次地拆遣了最适合的天使 我们服务时 可以指望主在适当的时候给我们援助 他会派遣能让 看见我们内在力量的人来帮助我们奋发向上 同时我们也可以期待自己能够成为受主差遣 去鼓舞别人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们 一旦受主差遣 该如何帮助别人的一些亲身经验 我被召唤到十二使徒定额组不久后 当时总会会长团的第一副会长 富士德会长打电话给我 请我到他的办公室 我赴约的时候心里纳闷着问 为什么他要花时间跟我见面 经过一番寒暄后 他注视着我说 事情发生了没有 当时我一脸困惑 于是他继续说 还会使我一直看着你 你似乎一直觉得你所接受到的召唤超过自己的能力 而且认为自己不够资格担任这项召唤 我说我自己的确这么怀疑 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克服这种感觉 我以为他会鼓励我 所以我告诉他 我很感谢他了解我的疑虑 并且向他求助 但他温和坚定地回答 让我很惊讶 他说 不要问我 去问他 然后他举手指着天 现在几年之后 我坐在同样一个办公室里 我走进那办公室时 抬头往上看 想起了他 也想到他以自己的榜样教导我 如何帮助在为主服务时感到心里交瘁的人 找出方法 让他们自信地寻求主 要是他们听从你的忠顾 就会发现 自己不仅获得了所需的力量 而且还有余 主一次又一次地让你从生活经验当中培养力量 勇气和决心 他知道你多么需要这些经验 好让你能侍奉他 就像我一样 这些经验有时发生在你和其他圣旨持有人 站在一起 大声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因此你们着手为神服务的人 你们一定要尽心尽能 尽一尽力 使你们能在末日能无可指责地站在神面前 如果你致力遵守高标准 并遵守这些标准 主就会信赖 主就会信赖你的能力 增添你的力量 然后无论何时 只要你蒙召唤超越私利 为更远大的理想服务时 就能感受到这样的信赖力量 你也许已经有这种感受 就像我在一个晴朗春日的感觉一样 当时我穿着崭新蓝色空军制服 站在草地上 奉派要去捍卫自己的国家 那时不是战争时期 但是我即将要去从事一项未知的勤务 我知道这项勤务要求我献出我的一切 也许是自己的生命 我和其他人一起举手力 是要竭尽忠诚 捍卫自己的国家 欣然接受这项勤务 毫无保留 毫无退缩 要在自己的岗位上 善尽职责 愿神祝佑 我深信 在我还是个执事的时候 就开始培养了这项 培养了旅行这项誓约的力量 而我也确实履行了这项誓约 成为圣职帝翁的头几年 我参加过好几次 以前所谓的传教式欢送会 现在起身响应传教式召唤的人非常多 所以我们只让他们在临别之前 在圣参聚会上做简短的演讲 不过在过去 整个聚会的焦点都在那位即将出发的传教士身上 欢送会上总是会选择一些音乐表演 我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个时候 一群反乡传教士表演四重唱时 自己当时的心情 拆我和往我必前往 歌词中继续承诺 愿我和言必言 最后派我和事我都乐作 当时我内心激动不已 就像现在一样 因为我相信对于任何服从圣 对于任何从事圣职服务的你我而言 这样对我 这样对主的承诺是发自内心的 到主拆遣的任何地方服务 会让我们感到快乐 我向各位见证 只要我们尽力从事圣职服务 主必会赐给我们一切所需的勇气 并且让我们知道 他必会与我们同在 而天使必会拖着我们 我见证我们乃是神所召唤的 这是他真实的教会和他永恒的圣职 我见证多玛孟孙会长 持有世上所持有的 所有的圣职权要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见证多玛孟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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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 因此